YO 各位親愛的燃燃機好 歡迎回到蘭諾的 YouTube 頻道 在上一集我們有提到 5個 Premiere 新手常犯的錯誤 那我們這些錯誤不犯了之後 我們也要學習一些新的功能 所以今天我們整理了 我們認為是 5個非常好用 給新手使用在 Premiere 上面的 5大功能 因為 Premiere 我們常常講說 它是個專業的剪輯軟體 你進去之後 它就很像一層一層的迷宮 然後又一層一層破關 但是會了這些工具之後 你就可以先學會一些基本的動作 然後再進行一些其他的特效 或者是把你的功力鏈的更強 那我們廢話就不多說 我們直接進入到第一點 第一點是 Nest 在上一集我們有提到說 Nest 它可以讓你同時使用 Speed Ramping Slow Motion 再加上後期的穩定 但是它不只是能夠讓 兩個效果同時套上去 它其實設計的用意 是讓你把很多圖層都壓縮在一起 像我最近在剪一支影片 我可能一次在光是影像 就套到第11層或是第10層 所以我整個 Timeline 拉起來 它是非常的高 它就是一層一層一層 但是又因為常常我要把圖層動來動去 所以有可能讓整個畫面跑掉 那如果我已經有確定說 我這一段影片全部都是要這幾個圖層在一起的時候 我就可以把它選起來 然後按右鍵 把它全部 Next 成一個圖層就好 所以它會瞬間讓10個圖層 變成是一個圖層 但是你就會問說 那如果我又突然想要改這10個圖層中 其中的一格怎麼辦 那其實你對這個 Next 再按兩下 你就可以再把那10個圖層打開來 然後呢再對它進行要的修改 第二個是 Pen Tool Pen Tool 就是那個長得有點像 鋼筆的那個圖案 那它在做的事情就是 能夠讓你對於你整個畫面 再進行更細微的調整 那它能夠做到的事情 是能夠讓你調整速度 透明度跟聲音 所以如果你要調整聲音 假如這個音軌是長這個樣子 然後你想要讓它有個像這樣 三字形 可能一下是低 一下是高 一下是低 一下是高 那可能真正的書學者 他們會使用像 Crustazole 或者是像 Constant Power 直接把這個特效把它放上去 但是當你要進行更多客製化的點的時候呢 你就可以按 Pen Tool 那 Pen Tool 到底要怎麼使用呢 你可以對一個圖層 或者是一個音軌 對著它按右鍵 然後呢選擇 Show Clip Keyframes 那這個時候你的圖層 或者是你的音軌 就會出現一條細細的線 然後你對著這條線 去按點點點 它就會出現不同的點 那你對於這些點 就可以把它拉低 或者是拉高 那要注意一下 如果你是想要把一個地方 把它拉高的話 那你要點三個點 所以左邊 右邊跟中間 然後呢你就拉中間的那個點 那如果你只是想要讓影片淡入淡出 或者是讓音樂淡入淡出 你就只需要點兩個點 所以這邊一個點 這邊一個點 然後把它拉低 或者是把它拉高 好 第三點是好好使用Keyframe 那Keyframe在Premiere的中文翻譯 叫做關鍵影格 它做的事情就是 讓Premiere自動幫你去運算 在一定的時間內 一部影片 它該怎麼去移動 或者是放大縮小 那這邊給大家一個範例 如果我們從現在這一個開始 然後在10秒之後 我們想要從100% 放到120% 讓它放大 那Premiere就會自動幫你去運算說 那在這10秒之間 它要怎麼樣等比例去放大 那怎麼使用Keyframe呢 就是我們在第一格 我們設置一個Keyframe 所以就是按一下 然後呢 在10秒之後 再按第二下 但是在這第二下的時候呢 你要再進你的Effects 去把你影片的大小 改到120% 然後就可以看到 在這10秒之間 它是順順的 慢慢的從100% 放到120 第4點就是 檢視你素材的位置 那英文是Reveal & Project 這是一個非常好用的隱藏功能 那假如我們今天有 非常多台相機在拍攝 然後呢 每一台相機都有不同的角度 每一個角度都有不同的片段 那假如我在剪接的時候 我很喜歡Acam它的素材 但是我想要找它的下一段影片 但是又因為素材很多 有不同的資料夾 我不知道去哪裡找 這個時候我就可以對著 我正在剪接我喜歡的這個畫面 也一樣是按右鍵 然後找Reveal & Project 那這個時候Premiere 它就會自動把我帶到 所有放著Acam素材的資料夾 那我就可以去這個資料夾裡面 找我喜歡這個人拍的素材 第5點 我們來到最後一點就是 Adjustment Layer Adjustment Layer 中文把它翻譯成 調整圖層 大家可以想像 Adjustment Layer 它是套在你正在剪接素材的 一個保鮮膜 可以這樣講 保鮮膜嗎 保鮮膜可以啊 好它就是一個套在你素材上面的 保鮮膜 那我們碰到會用到 Adjustment Layer的情況很多 但是我這邊歸類出兩大點 第一個是 假如我們有很多不同的素材 但是我們想把它 調成是同一個色調的話 那我們就只要在 這些不同的素材上面 再套一層這個保鮮膜 然後把我們的LUT 放上去 放上去之後 它就會瞬間讓這10段素材的顏色 看起來都差不多 那再來有時候是 我們想要加入一些像 電影感的Crop 讓它有上下兩個黑霸 但是我們又不想 分別對這10個素材 去進行Crop 所以我們一樣就是 再套一層這個 Adjustment Layer 讓這個Adjustment Layer 去進行Crop 那也一樣 這10段素材 它就會有那個 電影感的黑霸出現 以上是我們歸類出 很適合新手學習的 Premiere Pro 5大功能 那這種東西 其實大家要自己去試試看 然後真的要動手去做 能夠讓你的就是有 讓你的右手 那叫什麼 Muscle Memory Muscle Memory 能夠讓你的有肌肉記憶 那這個真的不是亂講 因為我們自己也 就是剪輯剪了很久 我們就會知道說 你多練習之後 你的肌肉記憶跟你的腦袋 它會連在一起 然後你就會下意識的知道說 我該對這個圖層 進行什麼樣的修改 或者是微調 所以請大家看完影片之後 也要自己實際去用用看 或者是試試看 那這樣子你的Premiere Pro的功力 才會大大的增加 然後呢也想在這邊跟大家 再講一次新年快樂 然後恭喜發財 那講到新年 其實有很多人在問說 我們什麼時候會出 我們的線上課程 那這個線上課程 我們已經如火如荼的在準備 我們真的是 每天到辦公室到下班 都在準備這個線上課程 也謝謝大家這麼的期待 那我們預計上線的時間 是在過年之後 所以請大家就是 多多注意我們的IG 或者是我們的FB 然後呢只要線上課程一推出 我們就會讓大家知道 所以大家新年快樂 然後希望你們連菜已經吃完了 那我們這一集就先到這邊結束 我們下一集見 Cheers